那么另外一论呢 就是往生论 这是我们所依据的这个经论 典籍五经的论 我们依据的 我们除了奉行 依教奉行 幸运失明 求生尽徒 这是正经 古人教给我们 正行之外 还有一个祖行 正祖 如鸟 有两个翅膀 如驰 有两个轮 以这个来比喻 说明 祖修 我们也不能够 俗获 那么在祖室 这就是祖月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配合 端修 进度 求愿往生 这就是水族 世尊 在观经里面 告诉我们 祖修 要以三福 要以六福 要以三福 六福 十八月 所以我们就将这五个括目 定下来啊 作为我们 最修的标准 昨天 在中山大学 所讲的三福 是我们 大小成佛法 做行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我们的修学都会落空 就像盖房子 无论你怎么盖 你底下没有地基 一定是要倒塌下来的 没有地基 三福六 或是基础 不在这上下功夫 不行了 这是我们的行使 最里面最重要的 孝亲尊识 雌性不杀了 修是善业 孝亲尊识的道理 说过 我们要把它做到 雌性不杀 在今天 尤其重要 你看 盈光大师 早年 在上海 护过现在法会里 交给我们 那个时候 我们国家灾难很多 今天 在那更胜于当年 如何能挽救呢 他老人家 教给我们三双识 叫我们自己要做 要劝告大众 人人都能够这样做 灾难 灾难自然可以消除 灾章 也能够 除灭 这个三双识经 第一个 叫我们吃素 第二 借啥 第三 灭福 虽然只有六个字 吃素 借啥 灭福 可是这里面 道理 其实 无比 恒生恒生恒生的道理 确确确实实 能够化解 众生的共业 能够灭除 一切灾难 我们 时间有限的 不能详细 跟诸位说明 印族 这些开诗 也有担心 本流通 可以跟这个文朝 后期来 去看 你才能体会到 这个里面 有大道理 有大学问 素食 是培养慈悲心 培养我们 大慈大悲 大慈悲心 与佛菩萨的心 就相应 天心相应 从这个天地里面 真正发起 受持 慈善 受持五级 三规 五级 所以这个 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不凡为一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我也曾经 乐受过 三规 这才是 真正 受给我们 也就是 教给我们 传授给我们 佛法 修行的 刚定 这正经 那么这个事 无论是哪一宗 无论是哪一派 我们常讲的 宗门 教下 弦教 密教 大臣 小臣 统统建立在 这个基础上 这是我们修行的起步 也是修行的终点 可见得 这个纲领 非常重要 离开 折正经 就不是佛法 依照 折正经 修行 纵然没有形式 也是 真正的 佛法 这个我们 要清楚 所以这个 三规 受戒 这些仪式 不重要 并不是说 不要的 是说 它不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 是我们真正 要去把它做到 我当年 纵促学佛的时候 刚刚 接触 佛法 张安家大使 交给我 我问他 戒律这个 事情 他老人家 就教导过 戒律的 收拾 你真正 做到一条 这一条 你就收了 不必有这些形式 你做到了 就收了 你做不到 虽然行式 善受了 你还是 没有受 所以那个 行式 不是 最重要的 那么同样 三规 也是这个道理 请个法司来给我们 证明 受过三规 我们是不是 真的三规 不一定 你要真正 接受 真正 做到 纵然 没有法司 给你 受受 你也 真的受了 所以我们 在 《往生传》里面 看到 无许多念佛 往生 甚至于站着走 坐着走的 他没有受过三规 也没有受过五戒 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问象 他是没有形式上受 他心里真受 他真做到 我们换句话说 诸佛菩萨承认 他受了 我们反复素子 不承认 他受了解 反复不承认 没有关系 佛菩萨承认 那才管用啊 佛菩萨 不承认 反复承认 没有用处 由此可知 佛法实在讲 是属于 心底法文 我们真心 去学习 真心 去修持 那才管用 不可以 做表面功夫 表面功夫 是做给别人看的 是表演给人看的 那么为什么呢 是表演呢 是借引众生 换句话说 自己真正学习 是自立 表演给别人看的 是利他 欺负 他的善根 他看到这个形式 他的善根 出动 他也想学了 他也想问问 佛法是什么 出动善根 是一种 借引众生 手段 所以佛门里 很多仪式 非常隆重光严 都是为了借引众生 方便 你佛法教学 跟普通的宗教不一样 普通宗教是辣信徒啊 佛法不可以辣信徒 佛法是私道 私道是真言的 直闻来学 未闻网交啊 现在这个学校教育 有招生了 你们读读中国书 从孔老父子 一直到清朝 那个末年 你们看看 哪一个老师是招过学生的 没有招生的 老师 做老师的人 怎么敢招生呢 招生 这还得了啊 招生呢就是 那个老师的架子 端出来了 那就是说 美女 自己太夸张 太自大 无来的 身形 情绪 不敢为人事啊 哪里敢做人事啊 不敢啊 真有学问 真有道德 怎么办呢 我听到 当年就求学 他不招生了 是学生到他那里 求他 教导 他很谦虚 哎呀 我没有道德 没有学问 我教不了你啊 还退伤退似 这样谦虚啊 没有招生的 佛也没有招生的 没有招生 怎么不叫大家都来学呢 所以就做这些仪式 让人家看到之后呢 自动啊 发现了 明白了 所以我们佛弟子 常常赞叹佛 这个赞佛记 唱的 不是唱给佛听的 哎 你如果唱个佛听呢 那就错了 唱给文有学佛的人听 他一听 哎呀 佛这么伟大 佛有这么大的学问 这么大的道德 我们赶紧去拜他做老师 跟他去学去了 所以这个赞佛记 是替佛招生的 你看 我们不能直接拉他 我们只能把讯息传出去 让他明了 自动到这儿来求学 是这么一回事情了 所以 所有一切遗归 受传来一个目的 都是赞僧的 都是赞僧的 欺罚他的善根 让他自动自罚 来求学 这个好啊 所以佛不辣幸福啊 用这种方法 来赞僧 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都要了解 因此 这些遗诗 一定要隆重 要庄严 这些赞颂 一定要唱得 自振腔语 叫人家听的人 才能真正感动 如果唱着那个音调 不正确 或者是 不清晰 人家听了之后 一个字也没听出来 那种效果就没有了 一定叫他听得很清楚 听得很明白 他觉悟 他感动 这个 我们这个赞颂佛的目的 才算是达到 所以佛能有许多善巧方便 决定不直接去拉拢信徒 没有这个道理 这个样子 这个丝道 当然 他就衰微了 丝是非常尊重的 尊丝 尊到 这个我们一定要吃到 那么吃剑 就是守法 佛在经典上给我们制定的戒律 有根本戒 有略一戒 根本戒 是超越时空的 方越时机 那就是说 佛三千年前 教大家这样做 没有错 正确的 三千年后 今天佛也教我们这样做 没有错 超越了时机 超越空间 佛当年在印度 教印度人这样做 今天到中国 教中国人这样做 也都 没有错 你看 超越 空间 超越时机 那叫根本戒 根本戒 跟诸说 只有五条 就是五戒 不杀僧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应求 基督教里头 他的根本戒 跟佛的根本戒 很接近 他有四戒 他没有不饮酒 他饮酒 他有四戒 四戒 我们第一个戒 是不杀生 他第一个戒 不是讲不杀生 不杀人 不杀人 那我发现 动物呢 他没有包括在里面 他第一条戒 不杀人 那么他也有 这个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所以可见的 他这个戒律 跟我们的戒律 很接近 这叫根本戒 略一戒呢 我们要懂得 他的精神 那是生活习惯 印度人的生活习惯 跟我们中国人不相同 所以那一些 定队人 那一些 戒法 我们就不适应 我们不适应 所以 他是 直现在 实际空间之内 不能够超越 换一句话说 到我们中国来 不适应 空间不一样 不适应 食道不一样 也不适应 所以 略一戒 我们懂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是什么呢 两句话 诸我莫作 众生奉行 你只守住的原子 就对了 就没有错了 所以佛法 诸位一定要明了 他有现代化 和本土话 才能够利益 一切众生 利益 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众生 每一个不同地域的众生 这个一定要知道 虽然 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的列祖 列宗到我们 已经几千年了 地方还是第一块地方 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古人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经人生活方式 不一样 古人的意识形态 对于宇宙人生 这种种观念 跟我们经人 也不一样 我们要跟得上时代 才行 我回来 看到这个 外面 挂的这些 这些是什么 是广告业类 是什么的 我都说不出来了 上面写的是 这个上进下空法师 佛学讲座 你们想想 这个写法就不贺帅了 这是古人的 古时候啊 名字上要加一个上下 现在人都不加了 所以就很多人误会了 这个法师的名字 叫上进下空吧 四个字了 这四个字了 你说这叫误会了吧 我们是现代人 现代人 直称 净空法师 佛学讲座 这大家一看 这都明白了 上下两个字 一加就糊涂了 这不是现代人 这一点很重要啊 所以我常常 也是到处都提倡的 呼吁 我们今天建大厂 要建现代化的大厂 有大厂 里面现代化 外面是古老吗 还守旧 旧的东西 都还没有能够摆脱掉 还是几千年 那种宫殿式的建筑 不适合于现代人 不适合于现代人 这个意识形态 与生活方式 特别是佛法传到国外 传到国外 我们建起宫殿式的建筑 外国人不会进来 他一看呢 这个是 是不同文化的建筑 不同生活方式的一个处处 他不肯进来的呀 所以大家也晓得 如果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把佛教带到中国来 这个道场建的是 印度式的建筑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 也不会进去啊 所以那一些高僧大德法师 他们懂得 佛教到中国 立刻就奔脱化了 立刻呢 就中国化了 穿着衣服 这个衣服 汉长衣服啊 不是现代的衣服啊 这汉朝叫海青啊 只有披着这个袈裟 才是佛教的这个佛装 我们还是穿中国的衣服 在这个发挥啊 更大的跌离当中 把这个衣服披在身上 做一个标志而已 印度人比我们就近度 我们的袈裟 已经缩小到三分之一了 你看印度人的袈裟 一块布裹在身上 我们把它采成三分之一 用个钩环挂起来 托在身上 这就方便了 日本人呢 就更方便了 我看日本人的袈裟呢 大概只有一两寸 小小的一块 平常呢 放在西装口袋 做发挥的 掏出来挂着脖子上 摆着东西 他的袈裟了 已经披上了 这个是现代化了 对一点纪念 念念不忘 但是一定要符合于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这本出家人 穿西装 穿皮鞋 只是剃了光头 除这个之外 你没有办法辨别 那么中国这个出家人 还穿着我们的古装 什么古装 还没有脱下来 这不脱下来也好 为什么呢 现代的这个服装 都非常自小 紧身 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这种宽袍大袖子 穿起来很潇洒 很舒服 所以我很赞成 这个服装 我不愿意改变 这个服装 穿起来 非常舒适 人一生 生命就很短 应当喝得快快乐乐 舒舒服服 何必自己 也说自己呢 中国古人呢 对生活品质 非常讲究 所以这个服装是 很舒适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注意到 现代化与本土化 古来的大德 他们知道 所以到中国来 建筑的道场 是中国宫殿式 中国帝王 居住的这个房子 是宫殿式 照帝王的这个样子 来建道场 中国古人 古时候 老百姓 最中间的是皇帝 看到皇宫 就非常惊讶 现在佛度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道场 也是皇宫的样子 看到这个样子 自然就走进来了 所以他不用了 古问过 那种那个形式 就改了 我们把佛法传到外国 还用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建筑 到那些建造场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就很明显的 告诉外国人 你想学佛 你要学中国人 还要学中国古人 你说 这能写得通吗 这个写不通的道理嘛 你看 你必须要交给他 说美国人 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做一个二十一世纪 现代的美国人 他才愿意接受啊 所以我到美国之后 我说 在美国建大厂 应该建什么方式呢 建白宫的方式 这个样子 美国人自然就进来了 那佛像呢 应当 那个面孔了 一定塑造 美国人的面孔 这个美国人一看 哎呀 佛菩萨 真的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了 这才是对的 你们仔细去观察 我们中国人 塑造的佛像 就是中国人 你看中国人 日本人塑造的佛像 你一看 西藏 现在很盛行 你看西藏的佛像 你一看 就是西藏人 泰国的佛像 下巴尖尖的 全是泰国人 佛菩萨 有一定的相貌 水泪化身 美人经常讲得好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众生喜欢什么样子 他就现什么样子 我们众生总喜欢同类的 中国人看到中国人 就很清晰了 佛菩萨现中国人 外国人看到他自己 国家人很清晰 菩萨一定现他那个面孔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美国弘法 造的这个像 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 我们去度美国人 不能度华侨 那就错了 印度高僧到中国 是度中国人 没有度印度侨民 一定要想度 这个样 佛法才真正能发扬 广大 普度一切众生 所以一定要记得 本土化与现代化的 重要性 所有一切建筑设施 都要赶得上时代 佛座 佛教就落伍了 一定要赶上时代 所以这个讲座 那个名称 用净空法师 佛教讲座 绝对不是不公敬 这才是赶上 现代化 我看了很欢喜 那加上上下两个字 我看了不欢喜 为什么呢 把我送到古时候去 不是 把我送回去了 这就是古人 那不是现代人 这是这个观念 必须要把它改正过来 那么这个都是 在戒律当中 戒律就是法嘛 我们西代人 守现代人的法嘛 法就是我们生活习惯 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层 佛法我们才真正得到受用 才能够把佛法发扬宝宝宝 其次 我们讲到 修舍的程序 修舍从哪个地方做起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昨天在学校我也在提起 我们可以遵照四红十年的顺序 那就是说 说服 一定要 先断烦恼 后舍发门 断烦恼 是第一个阶段 新舍的动点 那就一定要持继 一定要修定 一定要开会 所以戒定会三十了 就重要了 戒就是守法 不守法 我们心怎么能定得下来 样样都守法 样样都遵照规矩 我们心自然就容易定下来了 佛跟我们制定的法 我们要遵守 像根本基 一定要遵守 略一界的精神 诸恶莫作 众上奉行 要遵守 国家的法令规章 要遵守 我们这个地狱 风俗习惯 道德观 统统要遵守 决定不能说 别人不守法 我守法 吃亏 这个想法就是 你活必要守佛 守佛就要带头 要做榜样 使社会大众的无范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这是佛的词 定就是静宗所讲的清静心 心清静了 就生智慧 清静心其作用 就是智慧 那么换句话说 染物的心 所以染物就是妄想烦恼 心里的妄念烦恼多 这种心其作用呢 佛华里面叫它做 世之变从 世间的聪明 不是真智慧 真正的智慧 是清静心其作用 这一点要知道 为什么说佛华 常讲凡夫为智慧 凡夫聪明智慧的人很多 诸位智慧 凡夫所有的聪明智慧 都是从不清静心里 都生出来的 这个佛说 那个不是真智慧 有定点 他那个智慧 才是真智慧 三学是根本 我们用戒 控制烦恼 戒只能控制 扶住 用定乱 把烦恼消除 消除 定功能消除粗的烦恼 威喜的烦恼 定还达不到 那要什么呢 要慧 慧能够招破 威喜烦恼 慧开了 那烦恼真的断掉了 这是三学 从 慧学 再展开 那就是菩萨行 所以我们知道 经常常跟我们讲的 声闻人觉 小臣中臣 阿门所修的是三学 菩萨所修的是三慧 菩萨比他高啊 三慧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 文思修三慧 文慧 修慧 思慧 那个慧 就是戒定慧 换句话说 没有戒定慧 那文思修 那都不是叫三慧 这个要知道 三慧是什么人修的 法身大肆 所修的 全教菩萨所修的是相似的 不是真的 真正的三妙慧 是四十一位法身大肆 所修的 那么我今天下午有同学来问我 我顺便在此地把这个跟诸位讲清楚 千万不要产生了误会 菩萨修行 是从小尘修行向上提升的 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听经呢 这叫文慧 我们听了好几年了 这文慧 听了回去去想一想就思慧了 那就错了 那叫文思修是没错 不叫慧 你有文有思有修 慧完全没有 那个不是菩萨行啊 你小成都比不上啊 那是什么行呢 我大概总在二十多年以前 二三十年以前 我跟道南法斯 在中国佛教会 办这个大专佛修讲座 那个时候 有一个学生 来问过我 以后这个修生们出家了 他很用功 也很难得 参加佛修讲座 一两三年 那一天 我上课的时候 他来跟我讲 他说法斯 我明天起 我就不来了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听经已经听了两三年了 这个文思修啊 我懂得 我已经文了两三年了 我不来了 我要回去思 哦 我明白了 我说你回去 再去想个两三年 然后再去行 他顶头有十点 我说今天这一堂货 你上不上吗 他说今天要上 明天不来了 正是把文思修三会啊 误会了啊 误会了 严重的大误会啊 所以我就乘个机会 给同学们啊 书名 这三学三会啊 千万不要 所以说我听了这几年呢 我就有了文会了 你听的是什么啊 道听徒书啊 你哪里要会啊 听这个人讲讲 听那个人讲讲 听完了之后 回家再去思 思是什么 胡思乱想啊 胡思乱想 那两三年 这就行 忙休下恋啊 你看看 把道听徒书 当作文会 胡思乱想 当作思会 忙休下恋 当作修会 你将来修到阿比迪医区 还说佛菩萨害了你 你冤枉不冤枉 哪有这种道理啊 所以这些名词啊 意义啊 必须正确的理解 文思修是一种事情 文思修三个字都是代表 它是同时完成 文是讲既出 我们言既出 这个色法的时候 也叫文 通通用一个字代表 而听声叫文 言见色也叫文 六根既出六成境界 就既出都用这一个字 这代表 思是什么呢 是明了 明了叫做思 一介出就明了啊 明了叫思 明了当然就不明 就不明来说呢 就叫做修啊 可见的 他文思修是同时完成的 不是五阶段啊 不是有次地啊 有次地有阶段 那还叫三会嘛 那都不能叫会了 所以菩萨女三妙会 他是同时的 六根既出六成境界 就拒而不明 拒就是思会 不明就是修会 是这么一回事情的啊 是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决真境 就是思会 啊 你一些不明不邪不然 那就是修会 所以他是同时的 千万不能把这个名词误会了 误会了 那你就糟蹋菩萨了 你今天在胡思万想 以为你在行菩萨道 你比目如汉辟之佛 还高明 哪有这回事情啊 人家已经正得三学了 你 可能以为你自己啊 比他还高明 你已是三会了 超过他了 殊不知 是倒过头来 超越 已经堵落到三头去了 要清除 要明了 我们修行的色地 一定是天端 要明了 老师